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豆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昆明 昨天晚上刚刚到的 其实我们是 你走开 别把那个招牌给 那个 其实昨天是 呃 我们随便就根据网上那种 寻找房车停车位的那个软件 你就导航到这里的 呃 就想过一晚 然后今天早上一出来的时候 前辈说 这个地方怎么这么远 但是我们一点印象都没有 我真的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然后前辈说我们是 那个什么时候了 2015年还是2016年 就奥迪 他说我们2016年的时候 我来过这里 然后前辈这么一说 我就想起来了 我人生中第一次飞无人机 就是在这边 就是在这个广场里面 我当时好像是在云南 买了一个那个无人机 在昆明买的 然后就在那边试飞 就这个广场 那个那个电子屏那里前面 真的好巧啊 但是我你跟我说这个地方 我完全没有任何印象 昆明这个太阳还是比较猛烈的 海拔比较高吧 可能我们现在反正到昆明 就瞎溜达 其实昆明没有我们 特别感兴趣的景点 但是吃的应该还是蛮多的 嗯 我们今天先去市中心找一个广场 我们要坐二十四五 去市区 看你飞着特别凉快 我坐公交车感觉有点晕车了 你一天在我那里玩手机 大大晕车啊 想吐 我就买了一杯肯德基咖啡 看你给你吃的 前辈是 洗茶里面我自己喜欢 所以就都肉羊肺了 哦呀我真的还蛮喜欢吃羊梅味的一些东西 哎我们自己的年羊梅 就什么时候可以上架啊 我再去问一下吧 我上个月月底 四月底我去问他说是没有的 然后我现在应该五月份 应该差不多 应该五月下旬 差不多可以上了 他这个羊梅应该是云南羊梅吧 他这个早就 云南出的早 云南出的早 我们这家应该要到五月 五月下旬 第一批才会有 上面是椰子味的 这个奶茶是我 这里面最好吃的 哎我也真奇怪 你为什么每次洗茶 就只点这一个口味的 非常好 之前不是有 那个什么多肉 什么葡萄什么的 那个太甜了 嗯 这个非常的清爽 我想吃这个冰饼 你头别喷着啊 抬起来 省得洗头 只能完十五分钟 马上电影开场了 我的脖子还不上了 哈哈 你这何苦呢 前辈 哈哈 你这样有按摩的乐趣吗 有锻炼到了 为了为了前辈 不让那个头 碰到这个按摩椅 我给他后面 垫了一张纸巾 然后他咬着这个 自己的头发 现在没碰到了 没碰到了 刚看完了电影 盖里希导演的 然后郭达主演的那部爽片 郭达 就是爽片了 爽到底就行了 好我们现在去吃饭吧 我肚子有点饿了 其实 我们去吃自助餐 又吃自助餐 好的 好 一般我们现在来吃自助火锅了 是 昨天有火锅 就跟之前在你锅吃了 差不多的 这是比较平衡的 因为比较少 不及有自助火锅 但是也有一些自助火锅的东西 这个是限量的 就这么一份 我觉得你吃一下 你都可以 这个是你减肥的时候来吃 就是肉的 对啊 其实很多人都是 减肥的时候吃这种火锅的 就全牛肉 然后这种海鲜也不会跑 这种也不会跑 就是 这个 这个 先把他吃得到 撤下来 对啊 再点 这是第一个硕士小火锭 我这一天只有点平台气 我现在减了大概14斤左右 有点平台气 我几天不掉重 你又今天吃猛一点 真的啊? 对,就是欺骗菜 吃肉嘛 哦,欺骗菜 对 我上次打鼓就是 我没有在三个月 你没减掉20斤的话 我就要拿出一万块现金抽奖 看来 观众朋友们拿不到这一万块钱 我真的拿不到 因为现在才过了一个月多一点 我就减掉已经有14斤 但是后面比较难减掉 因为你看我这么多天 都已经准备了 牛肉虾了吗? 没有 要不要吃 肉肉丢是别的 很实在的 看吗? 这个还挺厚的 挺大便的 我吃菜感觉已经不错了 这鱼鱼不但最适合放在摄氏过程里 因为它吸收了参数 第一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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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叫点了 所有 那我喝一杯啤酒 这个收回来 你喝完了才有啤酒 买点水回去 再买点水果 现在我们已经回到房车里了 看看我们买了哪些东西 补充点物资 气泡水 先把你放两罐在冰箱里 然后买了一盒荔枝 等一下晚上把它吃掉 三文鱼 用黄油煎一下 黄油又软了 看我买的 螺丝粉味的粽子 它是五方斋的 五方斋都出螺丝粉的 它可能联名 然后有机会尝一下 这一什么好灵敏的 螺丝粉又不是一个品牌 这是梦幻联动 然后买个这个 给你做一个生日蛋糕 下次 然后给你补过一个生日 蛋糕粉 另外就是意面 就是拌我们小店上家的鱼鱼酱 还有吗 没有 买这么少 因为我想 我想离开的时候 去这边当地有一个 还挺有名的一个农贸市场 可以去逛一下 买水果 买水果 买蔬菜那些